美国国务卿凯瑞他上任之后第一趟亚太行程 预料呢将会寻求北京政府的协助 希望可以抑制这朝鲜近日来的挑衅行动 而各界就开始思考了高底盖用什么样的手段 才能够压制北韩的张狂 这次来看的是中天特派记者林嘉玄的第一手观察 记者余洛维跟林嘉玄呢所在的现场就是首尔的中国大陆大使馆前面 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呢 现在在这个中国大陆大使馆前面停了至少三台以上的警车 而且呢前方戒备森严 因为最近一个星期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呢 很多人都期待中国大陆可以扮演一个使者 以及与北韩沟通对话的角色 所以很多人说美国国务卿John Kerry今天抵达大陆的行程 很有可能就是会代话给大陆的高层官员 因为南韩媒体报道说 昨天John Kerry跟这个南韩总统补警会的对话呢 神秘的延迟了四十分钟 也就是说他们多讲了四十分钟的话 南韩媒体揣测说 这一些话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南韩政府要托John Kerry 带给美这个中国大陆的高层的讯息 不过事实上呢您可能不知道 其实现在在朝鲜半岛的纷争之中 台湾跟北韩的关系到底又是如何呢 我们特别请到了在南韩留学的北韩学系博士生 来告诉我们现在台湾还有北韩低调 但是并不冲突的两边关系 基本上北韩它也是寻求一种突破 寻求一种外资的投入 因为当时也是发生了饥荒 而北韩也是积极想建设一些国内的民生工厂之类的 那时候跟台湾其实有搭上线 只能可惜的阵亡人席 被肃清的被肃清 台湾后来就失去了这方面的联络 现在这样子的敏感时机 到底有多少人想要到北韩的边境游玩呢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首尔的一间经济型旅馆 那么在这间旅馆当中住了很多的国际观光客 而在这样子的旅馆的大厅呢 我们很容易的就会看到 有来自这个旅行社所摆放的传单 介绍要前往非武装地带或者是板门店等等 南北韩边境旅游这样子的一个传单 不过呢最近一个星期下来 我们发现这样子的旅游讯息 可以说是乏人问津 主要原因可能也跟现在的实际敏感非常有关系 感谢观看